就在最近 詹姆斯 维伯太空望远镜捕捉到一项令人震撼的发现 他可能找到了宇宙中最早期 最原始的超大质量黑洞的种子 这些黑洞最终会成长为 今天我们在星系中心看到的庞然大物 在维伯望远镜首次回望宇宙早期 也就是大爆炸之后数亿年的深空区域时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批特别奇怪的星系 它们小得出奇 颜色通红 被亲切地称为小红点 这类天体此前从未被清晰捕捉 这些小红点的大小 颜色和能量特征 与我们基于现有理论 对早期宇宙的预期完全不一致 挑战了天文学家原本建立的宇宙模型 天文学家埃斯卡拉及其团队 最近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 这些神秘的小红点 可能正是宇宙早期 从剧烈恒星形成的星系 想孕育出距大黑洞的阶段过渡的桥梁 是连接两个重要宇宙演化节点的关键环节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将带您一起深入探索这项发现的细节 看看科学家究竟发现了哪些线索 这些小红点在宇宙历史中的关键作用 以及未来天文学家准备如何进一步揭开这些谜团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亿万年前的宇宙黎明 揭开这些红点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秘密 2022年底 在詹姆斯 维博太空望远镜进行首次早期深空观测时 它意外捕捉到一批非常微小但异常明亮的天体 这些天体后来被命名为小红点 成为研究早期宇宙的新线索 科学家通过分析它们的红移数据 发现这些小红点的红移值在4到8之间 也就是说 它们存在于宇宙年仅6亿至15亿岁时的阶段 相当于人类刚刚睁眼就看到的远古星系 这些天体的物理特征 一经观测就让科学家眼前一亮 它们的尺寸、亮度和颜色与众不同 马上引起了高度关注 这些小红点简直可以说是宇宙中的迷你巨星 直径通常只有几百光年 远远小于典型的早期星系 结构极为紧凑 像是宇宙在黎明时期压缩出的精华 在微薄望远镜的红白观测镜头下 这些天体呈现出深红甚至暗红色 提示它们的核心可能藏着大量星级尘埃 或者有着剧烈的能量活动 比如恒星爆发或气体被高速袭击进黑洞中 对于这些神秘的小红点 科学节目前主要有两种对立 但又各有依据的解释模型 来尝试还原它们的本质和演化路径 第一种解释是仅限恒星模型 也就是说 这些红点可能完全是由密集的恒星构成 没有黑洞参与 在这种设想中 小红点就是极端紧凑而又尘土飞扬的星系 里面的星生恒星像爆米花一样忙烈诞生 所释放出的能量和红光 正是这些星系看起来特别红 特别亮的主要原因 这类星系可以被看作是 早期宇宙中的恒星制造工厂 在极小的空间内 集中爆发出剧烈的恒星生成活动 是那个时代星系演化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第二种解释被称为黑洞加星系模型 也就是所谓的MbH plus模型 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小红点不仅仅是恒星在作怪 而是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个大质量黑洞 并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换句话说 这些小红点可能是宇宙早期的一种星系原型 它们的核心有一个正在近视的巨大黑洞 吸收周围物质的过程中释放出强烈辐射 让它们在光谱上表现出独特的信号 这也是科学家试图捕捉的关键线索 不过正当科学家们试图用这两种模型解释这些红点时 来自微博望远镜的最新光谱数据 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 观测显示 很多小红点的光谱中都出现了宽阔的巴尔默发射线 这是一种氢原子释放的光线 但其线形特别宽 说明这些星系内部物质以非常高的速度在运动 可能是围绕黑洞高速旋转或是恒星活动异常剧烈 如此高的速度意味着在这些小红点内部 存在极其强烈的引力束缚系统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那儿有一个大质量黑洞 正在抓牢周围物质 或者引导着某种尚未完全明朗的能量过程 然而尽管它们有黑洞的某些特征 但这些小红点又不完全符合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天体类别 就好像它们正处于变身的中间阶段 让人一时难以归类 举个例子 如果这些小红点真的是由活跃的黑洞在驱动 那理论上它们应该会释放出大量的X射线 这是黑洞吸击物质时最典型的光亮标志 可问题是 天门台几乎没能检测到这些小红点发出显著的X射线 这让黑洞模型显得不那么站得住脚 而如果退一步说它们只是恒星大爆发的结果 那么纯粹靠恒星活动维持如此极端的速度弥散 又显得力不从心 这让仅限恒星模型也显得有些牵强 总的来说 这些小红点的四大特征 小体积 深红色 高速运动却几乎无F射线 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合 似乎在告诉我们 它们既不像星宝星系 也不像标准的黑洞系统 而是某种正在转型的中间状态 科学家逐渐意识到 这些小红点很可能就是宇宙早期正在蜕变的星系 正从密集的恒星系统逐步演化为活跃的星系核心 其核心黑洞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生长 深入研究这些小红点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我们通向宇宙起源的一把钥匙 帮助我们理解最早的星系和黑洞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从混沌中诞生的 事实上 这项研究处在现代宇宙学最前沿的热点区域 它牵涉到早期结构如何生成 星系与黑洞如何互相影响 以及整个宇宙如何从漆黑一片走向繁星点点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宇宙学的终极大灾问之一 在宇宙诞生后短短十亿年内 那些宏伟的宇宙结构 星系乃至超大质量黑洞 是以怎样的速度 方式和条件迅速形成的 按照仅限恒星模型的观点 小红点就是一群密集地 像极了宇宙压力过的早期星系 在极小的空间里 爆发式地制造出大量恒星 是恒星工厂中的极端代表 如果这种解释站的主角 那就意味着 我们得彻底修正现有的宇宙演化模型 早期宇宙中的恒星生成 并不是温吞发展 而是以更快 更集中 更剧烈的方式进行 远超我们原先的想象 这些小红点有可能是宇宙大家伙 像银河系这样的庞大星系 在年幼时期的胚胎 是他们组成积木中的最小 最早期单元 反过来说 持MBH加星系观点的研究者 则把焦点放在宽发射线 这类黑洞活动的标志上 他们认为 这些信号正是巨大黑洞 正在吸收周围物质的直接证据 更令人惊讶的是 根据这种模型 有些小红点里的黑洞质量 可能高达整个星系质量的10% 而在今天的宇宙中 黑洞通常只占星系质量的0.1%左右 这种悬殊比例 暗示着黑洞在宇宙早期的成长速度 远比现在要猛烈得多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些小红点 就像一组宇宙生长纪录片的片段 直接告诉我们 这些庞然大物 是如何在宇宙黎明时期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起来的 不过无论是单靠恒星解释 还是全靠黑洞模型 它们都只能解答其中一部分观测数据 就像拼图只拼上了一脚 整体轮廓依然模糊不清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是两大矛盾 一方面几乎没有X射线 让活跃星系和VGM模型显得缺乏关键证据 另一方面 观测到的极端速度 又实在难以用普通恒星系统来解释 两种理论都卡在了死角 这正是埃斯克拉团队 提出全新理论模型的突破口 它们试图打通两个看似矛盾的解释 将之融入一个更全面的宇宙演化框架中 它们的观点颇具创造性 与其说这两种模型是对手 不如说它们向上下游的关系 代表着同一演化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 就像一部连续剧的前半段与后半段 一开始 这些星系就像一团极度浓缩的星云火焰 主要以疯狂制造恒星为主 结构紧凑 尘埃弥漫 是典型的星宝阶段 然而 随着恒星不断积累 星系核心的密度持续升高 最终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 内部区域会发生向内坍缩 进入剧烈变化的新阶段 这一滩缩过程 就像一场宇宙级的地震 引发核心区域的物质迅速塌陷 并在短时间内 催生出一个或几个质量巨大的黑洞 从而点燃星系的新篇章 接着 黑洞开始袭击周围物质 释放出耀眼的辐射能量 使整个星系核心变得活跃起来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活跃星系核 Legian 也就是宇宙中最强烈的能量喷泉之一 这个新模型的强大之处在于 它能同时解释目前观测到的多个异常 为什么这些小红点既红又紧凑 速度快弹不发F射线 一切都在这个连续演化过程中 找到了合理的位置 比如 缺乏F射线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为 这些黑洞尚未完全苏醒 正处于从星宝核心演化为 Egn的过渡阶段 还没有释放出典型的高能辐射 正好卡在这个短暂的沉默期 并且 从观测数据中我们发现 随着红一直降低 也就是时间向现在推进 这些小红点变得越来越少 这种昙花一现的特性 刚好符合它们作为过渡阶段星系的身份 这种状态就像是星系生命周期中一段 快速闪现的青春期 只在宇宙最年轻的时候才出现 持续时间极短 因此 在今天的宇宙中 几乎无迹可寻 埃斯卡拉团队的模型 将原本看似对立的恒星爆发和黑洞袭击两种解释 整合成一条连续的演化路径 把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小红点 变成星系成长地图上的重要坐标 指引我们理解宇宙最初的构造工程 如果这一理论 经得起未来更多观测的考验 那这些小红点 无疑就是宇宙送给人类的时间窗口 让我们得以目睹大质量黑洞在亿万年前是如何孕育 如何起步的珍贵过程 这不仅是一次重要的观测 更可能是迈向解决天文学中一个重大谜体的关键一步 超大质量黑洞为何能在宇宙如此年幼时就达到惊人的体量 要知道在宇宙刚刚诞生不久时 我们已经能观测到一些黑洞质量高达几十亿颗太阳的规模 这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瞬间长成巨人一样 解释这一现象一直是科学界的心头难题 小红点很可能就是那些最终长成银河系中心黑洞等宇宙巨无霸的最初处境 它们是超级黑洞成长的起点 见证了宇宙最初的能量集中与结构成型 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黑洞真的在超致密的恒星温窗中迅速成长 那就说明它们的形成机制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高效得多 可能压根不需要什么极端条件 只要够紧凑 够活跃就能加速养大一个黑洞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必假设有某种神秘的特殊的宇宙机制来催生这些黑洞 而只需理解正常物理规律在极端环境下的表现 就足以解释它们为何会在宇宙初期早熟登场 此外 小红蝶的存在对现有的宇宙模拟模型提出了新的挑战 它们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星系与黑洞之间是否真的是同步发展 还是一方主导了另一方的成长 在近距离观测的星系中发现 中星黑洞的质量与整个星系的质量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比例关系 仿佛星系和黑洞是一对相互制约的搭档 但如果在宇宙初期 黑洞的质量比星系本身大得多 那就说明这种比例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 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与调和过程才稳定下来 这也许意味着 在宇宙的童年时期是黑洞先长大 然后再影响甚至主导宿主星系的形成与结构 而不是我们曾以为的那种星系与黑洞齐头并进的模式 这类发现也未解释其他那些遥远 高红仪但红外光又异常强烈的天体提供了新视角 它们或许也不是普通的星系 而是处在黑洞觉醒前夜的早期活跃和后旋体 这些天体有可能不是我们过去以为的普通星暴星系 而是隐藏着一个尚未点燃的大质量黑洞 就像炉火尚未生腾 但燃料已经被好的毕露 随时准备爆发 意识到这个过渡阶段的存在 不仅有助于科学家重新分类这些神秘天体 还能改进模拟软件中星系演化与黑洞成长的交互机制 从而提高我们对宇宙整体演化轨迹的理解与预测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是否真实可信 天文学家已经开始部署一系列新的观测方案 试图从更多角度揭示小红点背后的真相 例如通过更灵敏的X射线望远镜进行深度观测 有望捕捉到那些极其微弱但关键的物质袭击信号 从而确认是否真的有活跃的黑洞在其中暗中操控 与此同时 红白光谱数据能进一步揭示这些小红点内部的动态结构 包括恒星运动的速度范围 气体的分布密度以及总恒星质量 从而判断它们处在哪个演化阶段 更先进的微米与亚毫米波段望远镜 甚至可能探测到黑洞形成出气的喷流或气体外流现象 就像发现了黑洞成长的排气口 进一步确认其演化路径 新上线的南希罗曼太空望远镜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平方公里阵列SKAR将是关键站立 它们将帮助天文学家大幅扩大小红点样本数量 为分析提供更加坚实的统计基础 并可能发现此前被遗漏的类似天体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急待解答 这些小红点的青春期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段演化窗口期的长短 将直接影响我们对早期星系演化速度的判断 如果这一阶段确实短暂地向流星划过夜空 那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在现机宇宙中几乎看不到这类天体 它们只在宇宙黎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稍总及时 准确测定这个转变过程的时间轴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精气地绘制星系形成的时间线 还能揭示黑洞在高密度恒星环境中究竟以多快的速度诞生于成长 从而校准整个宇宙演化模型 从目前掌握的观测结果来看 微薄望远镜所发现的小红点 很有可能就是宇宙在打造第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时的中间形态 是星系从恒星密集体迈向黑洞主导结构的关键一步 由于这些天体出现和演化的过程非常短暂 犹如宇宙进程中的短篇插曲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只在宇宙最初那段时间被观察到 而在后期完全隐身 这些深红而致密的小红点 或许正是我们过去在拼接宇宙演化拼图时 缺失的一块关键拼图 它们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星系和黑洞如何共同成长 还可能改写我们对宇宙诞生初期运行机制的根本认知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深度解说 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给对宇宙奥秘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一起穿越星河 追寻更多宇宙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